要看懂那個題目到底要再講什麼 像這個地方的話,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我的習慣是先看輸入跟輸出 有沒有,輸入的話輸入三個資料 實際上我就可以知道說 第一個線索,它輸入三個變數 所以我將來就是給ABC 去接這三個變數 那輸入的話一定input的 可是它輸入這三個數字 所以外面一定要加一個evol 就是把這個變數從文字轉換為數字 也就是說我輸入的時候 變成5的話,它會變input的一定是5的文字 然後如果你要把它轉過去變一個數字 那你就外面要包一個evol 這個大概是固定規則 其實不管哪一題都一樣 第二個的話 輸出的結果可能有兩種 一種是它不是三角形 一種是輸出 你會發現三為什麼是三 那就是周長 就是三邊的周長 上面剛好 所以我在猜是不是這樣 是的話 那我再回頭看一下它的題目說明 我發現對,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的時候 反而 因為為什麼我會先看輸入跟輸出 因為我回去看我才看得懂 不然的話我如果剛開始 就直接看它的說明 哇,真的花我好多力氣 我想說看半天 到底在寫什麼 到底它叫我幹嘛 倒不如感覺我直接看下面來得快一點 再回頭再猜 有時候大概八九不離十 就是這個一個心得 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 發現真的是 準備考試 花最多力氣 真的是看懂 到底這個規則要考什麼 不管什麼 因為我考過很多證照 我發現花最多時間 所以倒不如就是 看看有沒有前面有人 大概跟你講重點就好了 你就說,這怎麼考 然後你就知道訣竅 然後呢 往那個地方 重點的去準備 其實很快這證照就可以拿到了 OK 大概我的習慣是這樣子 先拿到證照再說完 OK 因為 如果沒有拿到證照 其他好像感覺 就你如果都沒拿到 你好像學了等於是白學了 我不知道 因為感覺沒有結果的感覺 OK 所以最好是能不能留下什麼東西 不然的話 感覺好像這個 就會蠻不踏實的感覺 所以像我的習慣 所以我的習慣是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所以我很多雲端有沒有 雲端白擺上面的東西 都會記錄下來 還有呢 我上課會錄製下來 還有像我今天 我每天 我跟各位講過 Google地圖 我每天會記錄我的所有的行蹤 包含就是我幾點幾分到哪個地方 比如搭車開車也好 全部都記錄下來 然後到哪個地方也會拍照 像吃了什麼 然後做了什麼 甚至是我在家做什麼東西 或者買了什麼東西 像蝦皮啊 又買了一些東西 或者很喜歡 弄弄弄弄弄弄 自己去做一點東西 又把它拍照 有沒有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其實就還蠻有趣的 回頭看 其實蠻多東西的 所以現在那個 因為Google Google的那個什麼 這個Google雲端 你會發現它慢慢已經成熟了 所以慢慢要收錢 那Google相片的話 明年六月就開始要收錢了 因為等於是它已經成熟了 然後裡面當然很多 跟各位講過 它裡面用了很多那個AI的 或者像那個機器學習啊 深度學習的技術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這相關的技術 我覺得你可以 多使用Google看看 因為Google最近動作有蠻多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首先第一個我們輸入三個 所以我的程式 基本上就是輸入三個 所以ABC 那一樣 你後面的話就是input 然後外面包一個evo 所以以後 大家就這樣判斷 輸入沒有問題了 再來的話規則 那規則就兩個 一個是三角形 一個不是三角形 那什麼叫四三角形 就是兩邊的邊長大於第三邊 那所以變成說 兩邊那總共有三邊嘛 所以變成說你要判斷三次 兩邊跟第一邊 所以我們可以 如果A加一負 A加B大於C的話 第一個 第二個and 而且 A加C要大於B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 B加C要大於A 所以應該不會有第四個 有點像 這個有點像我們之前那個 有一個遊戲 猜拳遊戲嘛 有沒有 猜拳遊戲判斷說到底 到底是我贏還電腦贏 有沒有 其實不就是 把可能的 比如說他出剪刀 那如果我出石頭那我贏 有沒有 總共就三種嘛 寫法 基本上 差不多吧 OK 那然後的話 就把他的邊長給printed出來 所以printed的話 就A加B加C 那這個把邊長printed出來 不是我們自己想的 是題目裡面有要求 所以題目反正就是 按照題目要求 那反之的話 如果這三個呢 其中一個不為true的時候 有沒有 假設 可能其中一個 兩邊的邊長大於第三邊的話 OK 那 表示他就不是一個 所以呢 else 反之 那就把這個 invade 這個把它做printed出來 那我們來試一下 當然呢 比較 如果要 執行的話 按照那個題目他要的 5、6、13 有沒有 5加6 有沒有 小於第三邊 所以呢 如果 我就輸入一個5 6、13 Enter 有沒有 Invade OK 然後呢 如果再輸入一個1、1、1 就是說三個1的話 第一邊是1 第二邊是1 第三邊是1 Enter 那第三就輸出 3 那這樣是OK的 所以這個程式基本上也不是那麼的 複雜 OK 不是 這種輸入讓我想到那個Auto-K Auto-K也差不多 Auto-K反正是他問你說 比如說你要畫個三角形 他一定問你說第一邊是什麼 第二邊是什麼 第三邊 Enter 然後他就幫你畫個三角形 那你再 再把它拉一下 或者甚至 他裡面也有一些回圈的概念 比如說你要旋轉 旋轉角度等等 其實大同小異 只是說他也是一個視覺化工具 還是用滑鼠鍵盤來做 那現在呢 可能比較新的還是希望能夠在Auto-K 裡面寫程式 那Auto-K裡面 目前只有提供工具 它裡面沒有寫Python 它裡面只能寫VBA 跟一個叫LISP 只是說在國內 會這方面的人的 實在太少了 網路上 好像也沒什麼 所以之前就有人 因為我之前交過Auto-K也交過VBA 結果就有人寫信問我說 Auto-K VBA怎麼做 當然 因為我交過Auto-K不代表我有交過Auto-K的VBA 所以有時候 人的能量是有限的 那我也希望說我能夠多做一點 可是後來發現 人還是不能太貪心 不然的話 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好像以前我都是從早交到晚 像剛剛有遇到一個朋友說 是怎麼晚上精神還這麼好 對 因為我白天沒課 我是沒有跟他講 不過我以前真的是從早交到晚 但後來發現 其實 健康還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如果說人太辛苦 賺了再多錢 其實都也沒辦法享受到 OK 所以慢慢發現 還是多一點時間運動吧 所以像我現在寧可 像我慢慢發現已經習慣了 從這邊走到台北車站 我剛開始走都要走 走半小時都還走不到 很迷路耶 對 現在已經很清楚了 現在已經 常常在Google地圖上面做很多功課 從怎麼走 哪一條路 然後哪個紅綠燈大概幾秒鐘 然後最後串在一起之後 就可以不要遇到紅綠燈 OK 其實也可以寫個程式 可以把每一個那個紅綠燈的時間都算好 然後你大概走到那邊要花多少時間 真的就可以最短的距離 可以走到那裡 所以以我的矯程 最快我承認大概八分鐘就可以走到 那個台北車站的月台 我 不知道 你要知道這樣的距離吧 大概要900公尺吧 900公尺 假設走八分鐘的話 請問一下時數是多少 前面有一題嘛 106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一題 先試著做做看 其實當然 學這些東西的主要目的 當然就是希望說你能夠讓你的生活有一點改變 工作有一點改變 不然的話你大概用一些傳統的方法做事情 其實事情也是做得完 做得出來 只是說 當然你會發現 有的時候會 會沒辦法多出一些時間吧 變成說你一直被工作壓著 然後你沒辦法說你真的可以享受 享受工作的樂趣 OK 當然如果說你可以慢慢多一些這方面專業 我覺得有時候 工作帶給你的是 就是樂趣可能多於那種 就是這個什麼 負向的壓力吧 如果可以有這種感覺 當然你會覺得工作是還蠻愉快的一件事情的 OK 那大概是這樣吧 像 那我蠻希望說上課是很歡樂的 像剛剛那個朋友說 老師以前上你的課都很歡樂 OK 但我覺得這個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等於是把那個 這種寫程式的愉快的這一面 我有一點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會教這個課是因為我 基本上我是非常喜歡寫程式的人 OK 老師很奇怪 所以你只要習慣這個環境 考試就這樣就OK了 那以前我是有用別的環境 只是說別的環境我發現要裝一大堆東西要設定很多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乾脆用Spider來上課就好了 這個環境我覺得應該也算是簡單了吧 懶人包嘛 反正你就下載懶人包把它打開 應該也沒有太多需要注意的 OK 試一下 待會的話呢我們就接著繼續來看那個第三類的部分 所以 這一題210完成之後的話 再來也許可以看一下第302 那302的話難度又會越來越加深了 因為回圈 那回圈裡面又有邏輯判斷 其實第四類就是把回圈跟邏輯串在一起 那第三類的話主要是回圈 其實將來的應用 當然 不外乎就我剛剛講的回圈 邏輯 變數 這些的話呢應該都少不了 不管說你今天是不是用Python 別的環境也都一樣 先試一下